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特别北方的面食 剥面匀 首先用这个边缘比较薄一点的碗来和这个面糊 到时候剥面匀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面跟水的比例比较重要 如果你这个水偏少的话 面筋的强度比较大 你到时候用筷子剥起来的话 就很不容易剥断 如果水放多了的话,这个面糊比较稀 你下锅的话就不成形 剥出来就成一锅锅的汤了 面糊用筷子搅拌几分钟之后 我们拿水给它焖上 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下菜 首先切一点葱段 然后切西红柿 西红柿切得越细,这个汤就越好喝 你像我这个刀法的话 你可以切出非常细小的颗粒 准备一口锅 倒一点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放入葱花 然后下入西红柿,转小火 加入生抽和盐 然后你就慢慢的翻炒 然后炒到西红柿比较软的时候 有点像西红柿酱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们再下其他的材料 首先下入豆腐 然后再倒入开水 这个水烧开了,我们就可以剥面匀了 把这个面糊碗里多余的水倒掉 然后用筷子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你搅着搅着,你就会发现这个碗的边缘变得干净了 这个时候你的面糊就上劲了 筷子在汤里头涮一下 再开始剥面糊 这样子,这个面糊就不容易粘筷子了 就像我这样的手法,一根一根的 然后把这所一碗的面糊 都给它剥到汤里头去 最后用这个汤来涮一下碗 面糊剥完之后呢,打一个鸡蛋 细细的蛋液慢慢的倒入锅中 关火之后,滴入香油,撒入白胡椒粉 最后再放入香菜 这一锅美味的剥面匀就做好了 这个饭是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吃的饭 每个星期都要做两三次 如果你们家有小孩或者老人的话 这个饭菜非常适合他们 你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面匀 它的表皮是非常光滑的 这个面匀其实要比一般的面条会粗一点 但是它吃起来的绝对不会硬 吃到嘴里是软软滑滑的感觉 非常好吃 这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北方的面食 希望你有机会能试一下 说不定就成了你的最爱 或者你们家孩子的最爱了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你帮我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